接著我們有請就是領大校有關注組李美婷 我們說一句話 大家好 我是領大校有關注組的謝澤林 正如釋怡所說 我們現在解決的不是一個私人姻緣 所以即使他道歉了 也不代表他的錯誤就可以解決 陳教授陳章吳胡思 他在領南任職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秘錄幫博士假工廠 去國力大學打工 傳媒揭發之後 十四個小時裡面三度改口 一時就說沒有收錢 一時就說收了錢但漏部了 陳章吳胡思議選擇性失意 我們只能夠說 如果他是大義的話 即是他無能 如果他是刻意的話 即是違反學術操守 他無論是大義還是刻意 其實都是難辭其咎 譬如說他無能力會做 即是身為一個資深學者 或者是公職人員 其實他應該知道自己 即是各種的職業操守 和學術操守 都必須要謹慎地去處理 然而是沒有做到 如果我們再翻查很多資料的時候 陳章吳 hp yin 在國立大學 在邦灣仔區議員 鄭勤雲 去了論文指導老師 容許他一機兩尾 一份論文就當作兩份論文交 如果一個大學老師因為深屬行規 不可能容許學生自我抄襲 所以他不單是涉及漏報的問題 他也是嚴重違反了學術操守 試問一個人 連基本的人格和誠信都沒有的時候 基本的一個老師應該捍衛著 把關著這些學術操守 都不能夠做到的時候 我們怎麼能夠要求他成為一個憑機會的最高決策人呢 再加上近日他對職員老師的一種公開威脅 用自己的公職身份發電郵就認識他老闆 明顯有私壓之嫌 所以由於我們現在不是在解決私人恩怨 希望他能夠做這些公眾人物應該要做的事情 必須公開面對傳媒去認識大眾的疑慮 和他交出代表整件事業程的內容去 好 謝謝 由於這次的事件其實都牽涉到 學術界的誠信問題和信譽問題 所以也有這麼少的學生團體參與